好了我们看SPM2008的这一题 Mutu start working for company on 1st January 2002 它的年收入是 10% 然后每一年的January呢 它会增加5% So增加5%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GP来的 OK我们有经验的人呢 我们知道它增加每年增加5%呢 是GP来的 为什么它是GP呢 就是说它的那个T1呢 是18000 我的T2呢是18000乘1.05 它增加5%吗 我的100%加5% 就是原本的105% 105是105和100 所以它是1.05 原本的1.0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18000乘1.05 然后拿到是18900 18900 有一些学生就跟我讲哦 老师我拿我的这个前8% 然后前8 然后乘0.05%是900 所以它加了900 18900哦 然后下一年的时候呢 我的18900 然后的5%是945 所以我的18900 加945 它就会变成1985 然后我的T3呢 其实是直接这个18900 乘以1.05 所以这一个18900 所以这一个18900 乘以1.05 那1985 一样的1985 198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呢 其实它是一个 Geometry Properation A是18000 它的R是1.05 OK 你这一个 你没有办法认得出 它是GP的话呢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 通常它讲 它增加几% 减少几%的时候呢 这一种题目呢 其实是GP OK 就好像我们在学 那个form3 chapter 3的那一个 呃什么 那个 呃 compound interest的那一种 它也是类似这样 真每年 大利息多少%这样 它的那一个就是 它的那个 其实是一个 呃 类似一个GP的存在了 然后 它2007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心里想02 然后03 04 05 05 06 07 所以它是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so它要找的是T6 咯 所以我的A 我要找的是T6 所以它是18000 然后乘1.05 Power 6-1 是5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 18000 乘1.05 Power 5 然后它这一个 就会变成22973 22973 RM22973 Neurys RM RM的近视值 OK好 Minimum value of n Such that 它的annual salary in the end year 就比较超过36000 所以我的这个B呢 就是我的TN 大过36000 所以我的这个18000 1.05 Power N-1 大过36000 所以我的1.05 Power N-1 大过 这一个36000 除18000 又36除18 又12 就2啊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直接 E2 所以我的N-E Log 1.05 大过Log2 Log1.05 是positive的 所以它大过Log2 除Log1.05 然后我在这一边 它这个是Log2 然后overLog1.05 这个是Log1.05 然后我拿到的是14.2 这个是大过14.2 so n加1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或者是我这个 其实是n减1 所以我的N大过15.2 所以它的N是16 第16年的时候 你看16年 我检查答案 18000 乘1.05 然后power16.1 的时候 我就拿到37400 多 然后如果我前一年的时候呢 第15年的时候呢 呃 它是35000 ok 这一个就超过了 然后前一年没有超过 所以是正确的 所以我的N等于16 然后total salary paid to him by the company for the year 2002到2007 2002到2007的时候呢 这一题呢 我们直接是 呃 s6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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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我的c 这边我要找的是s6 s6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sn for gp是 它的r r是1.05 大过1 so a r power n 减1 over r 减1嘛 所以a是18000 然后 呃 r是1.05 power6 减1 然后1.05 减1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18000 乘这一个1.05 power6 然后 减1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到 哎呀我没有放到那个b 不用减我直接除 挂弧 0.05哦 1.05减1吗 0.05哦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这样 嗯 它有叫我们图的拟论是rm哦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rm 1 2 2 4 3 4 好 就是这样